今天消息 澎湖的快艇不慎撞到的渔船 导致快艇的右侧受损严重 船体有倾斜轻心 而且失去动力 目前知道船长的右宽骨受伤 最近画面搞一群范宇翔 告诉大家宇翔 而直播带您关心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下午5点 我国海巡署接获通报台湾渔船与一艘快艇发生擦撞 那么快艇一次只有水半船的情形 让船长的右宽骨受伤 当时是没有办法行动 由海巡人员派上安庭安抚 并协助带揽人员以及安全介护等事宜 两艘船人员都被海巡带回 要来厘清双方的责任归属 以及后续的赔偿事宜 想想最新时间 召唤主播